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 这一天成为全球大法弟子们最最神圣伟大的日子 28年后的今天 法轮大法已洪传到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李洪志师傅的主要著作《转发轮》 已经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 在世界各足义中阅读 流传 到今天 世界上约有数十亿人知道了法轮功 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 知道了法轮大法是拯救人类的高德大法 交口称送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世界法轮大法日 已经成为人类最值得庆贺和纪念的日子 28年来 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了无量福祉 千千万万的个人或家庭 都沐浴在法轮大法的福泽中 成为法轮大法的直接受益者 二十多年来 明慧网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事例 笔者从最近证件网刊登的 《法轮大法神奇故事》中看到 这些真实的事例 都是法轮大法学员 及他们的亲朋好友 和明真相的世人的亲身经历 数百个身患绝症 或遭遇各种灾难 由于退出邪共组织 成念九字真言 而逢凶化吉 遇难城乡的真实例子 向世人诉说着法轮大法的美好 证实着法轮大法在人间的神奇 破除着中共的七世谎言 展现着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的 无比美好和福祉 可是就是这样一步能够给人类带来无限美好 和无量福祉的高德大法 却被中共邪党整整打压迫害了21年 至今不能停止 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成为中共最大最严重的罪恶 畏惧世所关注和谴责 解体中共 并清算中共迫害法轮功罪恶的日子 将会很快到来 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 截止2019年7月10日 有86,05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28,143人被非法劳教 17,963人被非法判刑 18,838人被绑架关入洗脑班 809人被绑架进精神病院 各种迫害案例 51,8940人 截至目前 至少有10名 实性的440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而这只是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冰山一角 据最新数据显示 至2015年 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 就达150万例之多 其中绝大多数器官供体来自法轮功学员 目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仍在进行着 仅在2019年 就有近万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骚扰迫害 其中非法绑架6109人次 2709人已经回家 骚扰3582人次 强制送洗脑班 383人 抄家3124人次 离家出走91人 中共冤判789名法轮功学员 非法庭审 851场 非法批捕435人 构陷到检察院 法院 1137人 有10名法轮功学员 依法控告 起诉中共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 被非法抓捕 有96名法轮功学员 在迫害中含冤理事 据明慧网信息统计 2020年 1月至3月疫情期间 有70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 806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期间 从2020年1月21日 至4月4日的74天内 17名法轮功学员 在迫害中悲惨离世 21年来 法轮功学员 就是在这样的打压迫害下 艰难度日 在自己都承受中共血腥迫害的情况下 仍然坚持不懈的 向世人讲清真相 救度着众生 兑现着自己的使命 许多世人 包括大法弟子的家人 亲朋好友 在赶配大法弟子的无私奉献中 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队伍中 成为大法弟子的一员 在物语横流 贪官遍地 人人抓钱的现实社会中 许多人视大法弟子为傻子 不可思议 就是这些傻子 在遏制着人类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 维系着人类不被毁灭的悲惨结局 在今天 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 法轮大法是拯救人类的高德大法 在拯救人类不被毁灭 有多少人理解 就是大法弟子这样的傻子 在抛架舍业 不惜失去人间的一切 甚至生命 为人类能够有个未来 而舍身忘死 人啊 应该清醒了 法轮大法是拯救人类的 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 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吧 愿人们都能够尽快退出中共邪恶组织 记住并成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度过末节 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